白衣剑客消失无踪 可以确认的是 他在京都 没有想到 您居然能 许茂才摇着头叹着气 眼中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丝敬畏 在这些人的眼中 一个人能从光滑如玉的大东山绝壁上顿下 这似乎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 许茂才接着说道 您猜想得不错 此次郊州水师加入长公主的计划 一方面是秦家 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参与 如果让少爷您在山上遇险 那我真是万死难掩其过了 不过好在正因如此 燕大都督很信任我 想必怎么也不会查到这艘船上来 您就放心地待着吧 范贤咳嗽了两声 摇头说道 我必须赶回京都 上船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向许茂才打听了 此时海上路上的封锁情况 清楚今夜这个封锁圈 集结了无数的强人 加上东夷城那些恐怖的九品刺客 如果自己要从路上突围 难度确实极大 能不能让船往北去三里 他皱着眉头说道 三里之外 那些人就无法控制更广阔的区域 应该能找到机会 太多眼睛盯着 要等 许茂才担忧地看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 依他看来 此时回京反而不是最紧要之事 想办法联络上黑旗 然后和京都里的人们取得联系 做山官虎斗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范贤何尝不清楚 如果要谋取最大的利益 眼下如果能顿回江南 通知薛青 再由吴州归京 后手以待 反而是最妙的一招 可是这种决定毫无疑问 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出来的 京都里有太多他需要关心的人 庆国的存亡 天下会不会战事大起 身在范贤之位 必须身怀其心 我不能等太久 范贤压低了声音 直接说道 灯里的火苗 随着舱外的海浪而明暗着 让他的脸色 多了一丝往常及少见到的焦虑 是的 大东山这边他可以抛下 因为他最担心的五竹书 处于大东山这种绝对环境中 相较于夜流云和四顾剑 甚至是红老太监而言 拥有绝对的优势 谁也不可能留下他 而京都方面 却极需要他回去 需要他怀中的玉玺 还有皇帝给太后的亲笔书信 丹州港外 你在船上 范贤依然穿着清兵的服饰 站在许茂财的身后 低声问道 是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范贤紧接着问道 颜小矣是什么时候上的船 不清楚 许茂财硬道 应该是从丹州到大东山的路上 范贤的眉头皱了起来 看来长公主方面的联盟 得到了彼此的认同 内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缝隙可以利用 在丹州时 你应该看到一艘白帆船 许茂财疑惑地偏了偏头 说道 那是您的座船 当然有注意到 我要上那艘船 范贤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语气里斜着不容置疑和肯定的感觉 颜小矣这时候的眼睛 只怕已经从海底浮了起来 我要上岸 难度太大 有没有办法从海上往北走一截 许茂财皱着眉头 说道 那还不如直接坐船到丹州 只是 这要看运气 范贤想了话后 点头说道 我的运气向来是绝好的 黑暗的海面上 离大东山最近的那艘水师船只亮着明灯 努力地与四周的船只保持着联系 海船极大 然而和横跟天地间的大东山比较起来 却是渺小得有些可怜 就像是一张白纸前的一粒绿豆 船上的军士们紧张地注视着海面 似乎是想从海水中找到蛛丝马迹 时不时有人吆喝着什么 还有许多军士手中拿着弓箭 随时准备射向海中 距离石壁上 那个人影消失在海浪中 已经过去了许久 从海面上到大东山两侧的陆地上 有多少人在寻找着范贤的踪迹 根本没有人想到 范贤居然会躲在叛军们自己的船上 一身轻便箭装的烟小椅 沉默站在船手 身旁的清兵帮他背着那柄厚重的捆金弓 他自身旁的木岸上 取下一杯烈酒一饮而尽 依旧是冷漠地盯着悬崖下的那些浪花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可是他依然相信范贤没有死 虽然范贤中了自己一箭 又被那破浪一箭所射 可燕小椅依然认为范贤没有死 发出号令 命令水师以及岸上的清兵大营们 加紧了真机 燕小椅知道范贤受伤了 可是他下意识里希望范贤还活着 最好能够活到自己面前 然后让自己的那支箭狠狠地扎进他的喉咙 他很厌恶范贤这个小白脸 痛恨这个小白脸 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独子的死亡 与范贤脱不开干系 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夜在京都的街巷中 他手执硬弓 却在与范贤的迷雾 对峙中落了全盘下风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屈辱 范贤必须死在自己手上 才能洗清这个屈辱 这一次你应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燕小椅同中闪着力狠的光芒 盯着大东山的石壁一动不动 却想着先前看到的那一幕 让自己震惊的那一幕 那个小白脸居然能从这么高 这么陡 这么平滑的绝壁上溜下来 如果不是燕小椅的境界高妙 眼力惊人 海面上的水师官兵 绝对不会发现范贤的踪迹 只怕范贤借水顿出千里之外 所有的叛军还会以为 这位年轻的提斯大人 还被困在山上 这不是运气的问题 这是实力的问题 燕小椅微微心寒 震惊于范贤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而因为船只与绝壁相隔太远 他的连环十三件 没有将范贤钉在悬崖上 只是让他受了伤 这个事实 让燕小椅难以动容之色 如此强大的敌人 怎能允许他逃出 惊艳的必杀之局 各船上的搜查如何 燕小椅冷着脸说道 当海中没有找到范贤的踪迹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 那个小子 应该是从海水中 攀上了几方的船只 此次浇州水师遣来的 都是深知内幕的几方人 燕小椅并没有怀疑 焦州水师提督秦义看了他一眼 低声说道 不在船上 此人是秦家的第二代人物 疏密父使秦衡的堂兄弟 因为去年范贤清查 焦州一案 让此人得了机会 接任焦州水师提督一职 此时他既然和燕小椅并排 站在船首 秦家的态度自然清楚了 小心一些 此子十分艰滑 他既然从山上下来 怀里一定带着极重要的东西 如果让他赶回了京都 只怕对长公主殿下和秦老爷子的计划 有极大影响 燕小椅沉默说道 秦义英了声势 他虽是从一品的水师提督 但在燕小椅这位超品大兜兜面前 没有一丝硬气的资格 尤其是此次围杀大东山 各方相互照应 但真正说话有力的 还是燕小椅 燕小椅看着面前的海水 忽然皱了皱眉头 说道 我担心 范贤从海底上岸 没有谁能在海底 避住呼吸这么久 秦义摇头说道 岸上有大人 您的清兵大营 还有东夷城的那些高手 应该不会给他机会 燕小椅的唇角浮起 一丝怪异的笑容 心想 那小白脸 能从数百丈高的绝壁上滑下来 又岂能以常理推断 看出燕小椅的担忧 情义平缓说道 明日 最迟后日 沿路各州的计划 便要开始发动 虽然无法用监察院的名义 但是我们这边的消息 只要传出去 范贤刺驾 乃是天字第一号重犯 他怎么跑 燕小椅嘲弄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心想一般的武将 怎么清楚一位九品强者的实力 如果让对方上了岸 投入茫茫人海 就算朝廷被常公主壶弄住了 颁给范贤一个大大的谋逆名目 谁又能保证范贤无法入京 范贤如果脱身上岸 肯定会寻找最近的监察院部署 向京都传递消息 燕小椅冷漠说道 虽说周郡各地都有监察院的密探 但他最放心 离他最近的 毫无疑问是他留在丹州的那些人 情义会议 说道我马上安排人去丹州 如果范贤此时在这艘船上 听到这番对话 一定恨不得抱着燕小椅亲两口 他在许茂财的船上苦思冥想 如何才能回到丹州自己的船上 料不到燕大都督便给了这么一个美妙的机会 只是他为什么要去丹州 燕小椅布置好所有的事情 缓缓抬头 右手食指与中指下意识地曲了起来 这是常年的弓箭生涯所带来的习惯性动作 随着他手指的驱动 他的眼光已经落在了遥远的黑暗的大东山山顶 他知道皇帝陛下在那里 也知道迎接皇帝陛下的是什么 但纵使是谋反 已经进行到了这一步 身为军人的他 依然对那位皇帝存着一分欣赏 三分敬畏 五分不自在 如果不是独子的死亡 让他明确了自己的儿子 总是不如皇帝的儿子金贵 或许燕小椅会选择别的法子 而不会像金叶一样 好在山顶上的事情 不需要自己插手 燕小椅这般想着 山门前的清兵大营交给那个人 这是协议的一部分 自己的心情也会顺畅一些 然后他向着海面上极为恭敬地行了一礼 祝愿那位马上将要登陵东山的周中老者 带自己将陛下送好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